哈喽大家好,我是雲霸 来,我们今天来开箱 全球事战第一的 扫地机器人品牌 科沃斯 它出的新旗舰 T10 Turbo 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一台 那我觉得现在2022年啊 现金的水准 一定要达到最少的人为干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可以完全放心的交给它 而且这一台啊 它不只是可以让你解放双手 我根本只需要出一张嘴就好 连手机都不用拿出来 超级强大 那如果你最近想要买扫托机 或者是你去年买了N9 Plus 今年想要看看进化以及它的差异 那这一支影片千万不要错过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Let's go!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科沃斯 最近推出的新机种 它就是T10 Turbo 那科沃斯是全球事战第一的 扫托机器人的品牌 它由专业的家庭服务机器人起家 产品从扫地、空气清净机 甚至到插窗户的机器人都有 在全球130个国家都有贩售 那在台湾是由连墙代理 以及做售后服务的倒府收送 以及维修保固 那再来我们来开箱 这是T10 Turbo的配件 那T10 Turbo附上的配件包含两组边刷 两组重复用的托布、电源线 那基站是整个一体成型的 你都不用再拆装 那基站里面还有清洁刷 好接下来我们直接把边刷跟托布都装上去 我们来看一下外观 两台我们放在一起比较一下 左边这台是科沃斯的N9 Plus 以及右边的这台T10 Turbo 那外观上两台都是走白色的极简造型 看起来非常高级有质感 那两款的基座都具备了自动充电、自动洗托布、自动补水的功能 乍看之下两台其实都很漂亮 不过我个人会比较喜欢T10 Turbo的造型 而且它的基座感觉会更简洁利落一点 那现代的家电就是要跟家中的整体风格 融为一体、化为无形 而这两台的风格都是很白 然后很符合现代人的居家装潢 再来我们来打开上盖 看一下两款基座的水箱 它都是做成隐藏式的造型 开盖你就可以看到进水箱跟污水箱 T10 Turbo的容量是4公升 比N9 Plus的3.5公升稍微大了一点点 那比较特别的是两台的基座内都有收纳空间 可以用来收纳专属的配件 N9 Plus是放在前面 T10 Turbo是放在中间水箱的中间 可以用来收纳一些刷子或清洁液 很多以前原厂的配件不知道收哪里 那真的要用就找不到 这次可以直接收在机身里面真的是很贴心 那另外这两台基站都拥有自动回洗抹布 以及烘干的功能 不过两台不同之处在于T10 Turbo 它是热风 清洁完成返回之后 它可以用自动的热风烘干 减少细菌滋生 防止脱布发臭 那你可以选择2小时 4小时 看你的需求 而且它还提供选购这个银离子模组 那银离子是拿来除菌的 那针对脱布啊 水箱啊 以及地面可以做全方位的处理 而且这个基站呢 真的完全是全自动化 它会自己清洁 所以我唯一的工作 就只有帮它换水跟倒脏水 那再来我们来看到主机 T10 Turbo啊 跟N9 Plus都是扫拖吸一体的设计 那主机乍看很像 其实差很多 那T10 Turbo前面有两个边刷 可以用来扫垃圾 那后面有一个旋转加压拖地的拖布 吸跟拖会同时进行 在桌底下啊 窗底下都可以自己钻进去 那全屋干净的程度会升级 不过在机身高度来讲 T10 Turbo的高度会比N9 Plus高一点点 那家里的桌底啊 床底下的高度 就需要你去丈量一下 再来我们讲到吸力 T10 Turbo的吸力一共有四段 它最高有3000%的吸力 那碰到地毯 它可以自动侦测 而且加大吸力 那湿度也有三段 另外拖地可以选择密度 精细就像是一个瓷砖去拖两次 反正我不用出力嘛 我都选精气 在扫拖的过程中啊 它每隔10分钟会自己回充电站去洗拖布 那才不会说一块拖布啊 越弄越脏 那在入手一个月之后啊 整个清洁后的感觉啊 我不敢说有多干净 我只能说是一点粘力感都没有 来我近拍给你看 这是我刚拖过地的木地板 居然会发光啊 那我们在片头有提到2022年的扫地机的水准 一定要做到最少的人为干预 那T10 Turbo它真的能够完全满足这一点 它开启了扫拖机器人的3.0的时代 那我们接下来谈它是怎么样达成人机互动加精准定位的呢 T10 Turbo的正面啊是AVI 3.0的人工智慧识别模组 那左边是指示灯 右边是960p的星光级摄影镜头 那顶部搭载初眉屏的2.0雷射扫描模组加DTOF的传感器 还有一个SLAM的算访 DTOF就是iPhone用来人脸辨识的那颗非实测距镜头 它可以实现不受光源影响的3D立体扫描 如果你的家中地形比较复杂 或者是同住的家人比较多 或者是你家里会有一些比较昏暗的角落 它都可以精准判别避开障碍 完全不撞家具 那如果你是习惯晚上睡觉的时候 让它帮你打扫家里 那就算不开灯也完全没有问题 那另外这个960P的摄影机 它其实也可以当做监视器 你可以拿来看宠物或者看小孩 或者是看家中独居的老人 也很方便 你也可以指挥它去每个房间找人 还可以对话 那当然为了隐私性 在监视摄影机的功能 在开启的时候也会有语音提醒 这台T10 Turbo 让我最有感的就是 当我第一次启动它 进行全屋初次清扫的时候 它居然只花了三分钟就完成建图 非常快 光是第一次这样跑过一次 它就可以做出3D地图 它会自动分区 加上自动辨识家具的种类 连每个房间的门都有 事后我也可以自己手动补上家具 沙发 或者是设定地板材质 设定静扫区 那如果你家里是住透天 它也可以设定多张地图的管理功能 用不同的楼层去客制化你的清洁模式 去满足大家的需求 而如果你是小家庭 或者是自住 那其实选用N9 Plus 其实就很够用 N9 Plus的SmartEye 4.0的 精准导航智慧规划 它其实它也可以帮你做到 2D地图跟分区 或者净扫功能 在语音控制方面 N9 Plus如果想要语音功能 它必须要外接语音助理 但是T10 Turbo它是直接内建 它可以用基站来操作 手机APP操作 那它内建的Eco AI语音助理 是它最大的亮点 可以让你真正实现解放双手 T10 Turbo全机有三颗环形的十音麦克风 而且它内建语言资料库 所以它可以精准辨识主人的声音意识 听见并理解用户的指令 好 我们来实测一下 它的AI语音辨识功能 它是不是真的听得懂我讲的话 OK Evo 我在这里 去扫厨房 OK 开始去扫清扫 没有 它真的听得懂我讲的话 而且它一开始的时候 会先把自己的拖地拖布 然后先把它自己清安静之后 然后再出发去厨房清扫 那待会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听声辨位 那现在我让它背对着我 它的镜头现在没有看我 那我现在喊 OK Evo 有没有 镜头就转过来了 好 我现在转过来这个地方 OK Evo 有没有 它转过来了 或者是我现在坐在客厅 然后我手可能正在忙 我想要叫Evo过来帮我打扫客厅 也可以 我直接召唤它就可以过来 OK Evo 我可以救你 过来打扫 OK 停止目前的工作 让我看看你在哪里 现在是必须的 找到你了 我马上开心的去扫造 请问我终于有狂奔 没有 它就会自己找到我 然后过来帮我打扫 超方便 这个功能我测试很多次 准确度非常高 对老人小孩都是非常友善的功能 用喊的大家都比较好上手 好 最后我做个结论 如果你现在要买扫托机 我觉得T10 Turbo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它可以轻松实现 说一声就干净 那今年其实我测过很多旗舰级的扫托机器人 最主流的功能就是DTOF避障 扫一体 加自动洗脱布 加自动集成 以及自动补水 自动风干 自动充电 那能够挤满这些功能的机种 肯定就是最顶级的旗舰 然后它就会很贵 所以如果你要便宜 只能选择一个比较不常用的功能 然后舍弃它 那哪一个功能可以舍弃呢 答案就是自动集成 因为一般人家里每天少 其实垃圾量真的不会多到哪里去 顶多你一周倒一次集成盒就好 根本其实也不麻烦 那这台T10 Turbo 除了四合一多功能激战吸引我之外 最令我有感 最满意的功能就是它的避障 从入手开箱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去救过它 它不会卡线也不会乱撞 它全部都会自己闪开 不像以前的扫地机 都是广告的天花乱坠 真的你买回家之后才发现 它会到处死在莫名其妙的地方 然后你就要去救它 根本就会累死自己 那但是这台真的是 完全不会卡线不会乱撞 目前客户是N9 Plus 跟T10 Turbo 它两台的规格差异 我这边做了一张表格 列给大家看 T10 Turbo的规格 比N9 Plus规格高非常多 那重点差别在避障更好 DTOF模组 以及语音助手 还有它的吸力更强大 那这两台目前在市面上 售价只差2000块 清洁效果 我觉得两台的差异不大 但是T10 Turbo 多了Eco这个人机互动的功能 连手机都不用拿出来 直接用喊的 就可以叫它过来打扫 真的是非常方便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云霸 如果大家对 科沃斯 T10 Turbo 或者是N9 Plus 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 好 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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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